下星期出業職的Tesla年內第五次減價 究竟是為開發便宜車型鋪路 還是產量大過需求,迫著要散貨呢? 對於Tesla的未來,專家又怎樣看? 想知道就要看今集的牛牛通勝 Hello,大家好,我是善意 Tesla一向動作多多 最新消息就是 它將會在上海興建儲能超級工廠 專門生產大型商用儲能電池MegaPack 以及早前發表了Master Plan第三階段報告 透露計劃在可持續能源投資10萬億美元 以及重新平價電動車Cybertruck將會在今年面世 不過投資者近期最關注的是 Tesla的減價潮和第一季的交付表現 早前Tesla在多個國家和地區減價刺激需求 減價幅度最多達到兩成 雖然推動交付量創力時新高 第一季全球總交付近42萬3千架 高於市場預期的42萬1千架 不過Tesla的按年增長率正在放緩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買呢? 實際上Tesla的生產數字仍然比銷售多超過1萬架 有市場的分析就懷疑Tesla或者有庫存壓力 減價只是為散貨 數字公佈後的交易日 Tesla股價跌了超過6% 另外再有傳Tesla正是構建高達400萬架的低價車年產能計劃 據報今次的低價車型是細部版的Model Y 市場對減價潮意見不一 有分析就相信 有助提升Tesla的市佔率 亦都可以令到產業鏈更加成熟 但一對分析認為會影響利潤 Tesla產能過剩是否值得警惕呢? 行平價路線對公司又會有什麼影響? 下個星期公佈業績 專家又怎樣看呢? 這個需求上我覺得是平壤了 因為這個是全球的影響來的 其實美國的經濟方面 大家都預期了一個衰退 剛剛經歷了一些銀行危機 整個消費信心是博弱了很多 Elon Musk在去年年中年頭的時候 都說預期下年有一個經濟衰退 去年年尾其實已經說了 今年其實大家對於大中商品 或者好像這些高價位的消費品 其實需求是會提弱了的 但是我覺得它是填尖性 這樣去做價格的部署 要進一步過大市佔率的話 我就會期待它的Model 2 可能是港幣10多至20萬 一架便宜版的Model 如果高價出來的話 市佔率可能會再進一步提升 其實一直都覺得 其實電動車上來說 形勢是很明顯的 其實一哥很多時候 都是Tesla的 其實其他的車廠是很難去追的 我覺得唯一有得競爭就是比亞迪 因為比亞迪和Tesla 都是10年前已經進入這個行業 我覺得無理率一定要留意著的了 減完價後 無理率會不會真的大幅下降了很多呢 會不會造成了市場的恐慌和擔憂呢 另外也是看回它之後的一些展望和預期 我比較喜歡就是看管理層之後發展的預期 是樂觀、保守還是怎樣呢 炒股未必天天有專家幫你做功課 想嘗試自己分析深水個股? 只要打開牛友App 選深水個股之後 按分析或財務 就可以見到你所選選股票的資訊了 今集英國通信講到這裡 記得Like和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